各位呼籲執政黨不要小鼻子小眼 怕人家統戰我 我從不怕被他們統戰 通常都是我去統戰他們 受到我大官媒的啟發 太震驚八百也不是辦法 眼球中央電視台啦 老天的娛樂啦 或是宰卡啦 一種事會看一看 這個 如果你會想去看 那就想說這個是我們 有沒有一個 類似的一個方法來呈現 是的這樣的新聞 的確大家都會想看一看 我們也相信 在柯主席的宣傳之後 本台的頻道流量將會上升4% 不過TPP這個英文縮寫 在網絡世界比較沒有知名度 一般認為 TPP這個縮寫 指的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對此有命理學家就建議 TPP News的名稱應該改為 環球四報 或者是TMD News 這兩個名稱都會比TPP News更有記憶點 請柯主席多多參考 接著將鏡頭轉向即將登場的海峽論壇 日前國與黨宣布要由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帶團前往中華民國大陸淪陷重災區 參加海峽論壇 不料我國放下身段與赤肥友善溝通的舉動 卻被對岸的匪惠央視解讀成王金平此行事去求和 讓國與黨團相當不高興 當主席江啟成也表示 想要我們去先道歉再說 對於這些努力在追求和平的人來講 那更是尊嚴上面的踐踏 所以我們絕對不接受 先道歉再說吧 所以現在是不是有不去的打算 我們不排除任何打算 沒錯 兩情相悅需要有浪漫氣氛的幫助 兩岸交流當然也是一樣 而國與黨立院黨團總召林維舟就認為 現在氣氛都被搞僵了 已經沒有去的必要 甚至赤肥到底要不要道歉 也已經不重要了 建議不要去了 不要參加這一次的海峽論壇 因為氣氛已經不佳了 既然氛圍不好 那這個氛圍不好的責任 當然要歸咎對方 還沒會團就說是可能來求和的 這個非常的不禮貌 所以我個人深意 再怎麼道歉不道歉的都不是重點 這個是對方犯了錯 這一次會議不會有具體的成果 只會可能有負面的風險 除了林維舟委員 語重心長 洪孟凱委員也對兩岸現況 做了精闢的比喻 我想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直都是捍衛 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但是執政黨以及對岸的態度如此 我覺得我們當了那麼久的殺車皮 真的也不要再一而再再三當殺車皮了 國民黨可以窮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沒有志氣 沒有錯 畢竟車輪黨一直被自己的殺車皮給卡住 而這個車輪就會永遠無法前進 所以把殺車皮給拿掉之後 車輪才能夠繼續的向前行 而國語黨內除了浮現勸隊的聲浪 支持交流的國語黨前副主席連聖文 也在臉書上點出問題的癥結點 他表示 大陸淪陷重災區有太多頭腦不清楚的 專門幫倒忙的傻逼 而根據本台的分析 這些人之所以被稱為傻逼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不重要的B咖 像是匪求席維尼這種身處邪惡核 國心的A咖人物 才是國語黨所要尋找的紅心A 看來國語黨是面臨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不過事實上這個狀況也只需要一位關鍵人物 就能夠解決 那就是我國常年派駐在對岸進行秘密統戰的革命先鋒 吳思懷先生 因為只要有他在 赤匪就有被中華民國統戰的份 我呼籲執政黨不要小鼻子小眼 怕人家統戰我們 我個人對我們中華民國民主自由非常有信心 我從不怕被他們統戰 通常都是我去統戰他們 我告訴他們中華民國好在哪裡 自由民主多元言論 真的是感人肺腑 中華民國在建國109年之後 終於有那麼一天再次想起了三民主義統一大陸的號角 看看當年吳思懷先生他坐在習近平底下 那炯炯有神的雙眼當年被各界批評的一無是處 如今大家才知道原來吳思懷先生這堅定眼神的背後 肩負著中華民國統一大陸的使命 嗚呼哀哉 而就在吳思懷先生公開他的統戰計劃之後 匪惠央視似乎也被這一股正氣給震折住了 先前胡亂指控我方是要去求和的未官媒主播李鴻馬上改口 說他所謂的求和是追求和平的意思 這簡直就是詭辯 難道求婚的意思是請求離婚 求職是請求離職 求財是請求破財 求情是尋求愛情 求偶是尋求木偶嗎 完全沒有道理 不過對岸的假央視假主播還是繼續死缠爛打 在節目上硬要表示 贊同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帶隊參加海峽論壇 有分析稱當前台海局勢嚴峻 在島內政壇有一定的分量的王金平 此時率團參加海峽論壇 對兩岸的交流有著積極正面的影響 垂死掙扎 只可惜這一切都已經來不及 經過了這一連串的烏煙瘴氣之後 國與黨已經沒有辦法坐下來 和赤肥好好的溝通交流了 因此國與黨也在14號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 目前的狀況只能夠靠變形合體來解決 目前兩岸的整體氣氛 其實不利雙方的交流對話 國民黨宣布第十二屆海峽論壇 國民黨代表團決定不以政黨行事參加 所以如果有其他的黨員 是用個人的身份去出席的話 那這個本來這個已經是 施行有長達十二年的活動 他們還是可以用個人的身份去出席 是的 先變換為個人形式 到了會場之後再合體 如此一來就不算是國與黨到場參加 只是有很多國與黨的人到了現場 碰巧組成了一個 不算黨團的團體而已 這樣子化整為0的戰術 一定能夠將赤肥殺個措手不及 立委無私懷之統戰計劃 應該也能夠順利進行 令人期待 接著將鏡頭轉回台灣自由地區 執政黨宣布將擴大進口美豬美牛之後 在野黨紛紛透過立院黨團 舉辦了好幾場公聽會 但是到了會議現場 他們才發現 還少了一塊重要的拼圖 這個機關他都有辦法派員來出席 那為什麼獨獨衛福部他不派員出席 部長沒有來沒有空來 他可以派這個次長 或者是相關的專責機關的代表 是為了什麼原因嗎 我們不解 他確實沒來 而且他也收到相關的開會通知 所以希望部長還是對外說清楚 真是莫名其妙 別的部門都出席 衛福部就應該要出席嗎 別的部門吃飽太鹹 可不代表衛福部也是一樣 在本月9號 陳時中部長也在採訪時特別澄清 沒有出席是因為真的太忙了 沒有想到記者還是不懂得之所進退 繼續追問部長 這類型的公聽會 衛福部是否應該要派人參加 而陳時中部長只好不厭其煩的解釋 應該要 但不代表 一定要 是的 行政機關參加公聽會說明政策 本來就是一件看心情的事情 就像是每天早上吃早餐 晚上要洗澡一樣 應該要 但也沒有一定要 請大家不要再管這麼多了 而在本台深入了解之後 也發現 陳時中部長不出席 各黨團舉辦的公聽會 恐怕是因為太少人聽 浪費時間 因此他決定直接參加 在小巨蛋舉辦的萬人公聽會 讓大家一次聽個夠 在小巨蛋 看我唱 你也不知也三位出籃 將將為你打幾百 原来陈部长前阵子忙到没有空出席其他空听会 都是因为在忙着为这场万人公听会做准备 辛苦辛苦了 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这样 请所有观众看完之后立刻开启本台的YouTube频道小铃铛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YouTube账号 或是加入本台的YouTube会员一起来撞到官媒 当然央视的YouTube账号 或是Facebook账号 Twitter账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露订阅露追踪的人 你的鞋子里面恐怕就会有蟑螂出现 而且还会下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